今天是磨合子观西经第32奖 请各位翻开247页 磨合子观西经上册247页 第八章 正修子观观一路戒进 正修子观当中 它事实上是有十进 十进 那这十进呢 请各位可以看到 242页 有一路戒进 返岛进 病患进 夜相进 五魔师进 六禅定进 七处见进 八真上慢进 九二圣进 十菩萨进 当中磨合子观呢 正修子观的部分 我们从一至一路戒进开始一路下来 应该总共要正修子观到十 可是因为后面的真上慢进啊 一直到二圣进 菩萨进啊 八九十三个部分 它并没有流传下来 没有流传下来 所以呢 正修子观总共有分为七个单元 只有七个单元 就是从第一进到第七进 第一进到第七进 好 那请各位翻到回247页 他说阴路戒进 阴路戒进呢 主要谈就是阴五阴路十二路戒十八戒 是在谈我们本身这个五阴聚合体对上外面的这些聚合体 就是那我们两者交互作用 乃至于进入试以后的分别 种种的别界别啊 怎么作用 那我们在当中如何来看他的一个反应 所以上一次在谈破法片的时候 是不是有谈到种种的烦恼要如何断 那这些烦恼有种种的类别 全部在谈内部的一个运作 好 那这个阴呢 路戒 底下开始分别介绍这个阴 第三行第一个字阴 我们找到 然后阴他说阴就是 阴盖散法 那此就阴得名 那阴也是什么 积聚生死从他从果得名 所以从阴跟果两者呢 称为阴 那路的话是指色路 一名什么轮门 就是十六成 色路什么 路六根 也可以说六根色路六成 那阵呢 就是这些相应 十二路以后进入什么 六四 六四 然后就会讲到十八阵 那十八阵 他说皮菩萨里面呢 有开三颗开合 有三颗 迷心 迷色 还有呢 色心跟色巨蜜 叫做心法 这些我们前面不是也模仿他的方式 有叫做心法二门嘛 心法 那这边是心色 那开心与四为音 为四音色为意音 开心为四音为色为意音 那那个色呢 开为什么 十六 以及一分扫路 心为一亿路 即法扫路生 那如果是巨迷的话呢 就把它开为什么 十八阵 总共为十八阵 那 另外一种 从友门的角度来看的 是从 像皮坛人 他说五音同时呢 四是心王 五四音是数 数是指心数 就是心有种种的反应 那友门的话 从这个意思来看 那王术相辅 心王跟心术相辅 同时而起 心王跟心术是相辅 同时而起 那这是友门意 再来是空门的人怎么说 他说事先了别呢 然后才领纳 那这个想取的相貌 行从 行起 为 是 跟他不合 你不想要 配合他 眼前的静 还是呢 你想要配合眼前的一个东西去做 为从 是 你要打算跟他走不一样的路 还是跟他继续配合下去 射有形感 那从 约空门来明义的话呢 他说 次第相生 此就能生 所生 从 戏之初 是在前面 如果你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从 戏到戏 是 色 在 前 所以 两者刚好是相反 一个是从戏 自出 一个是从 戏 自戏 有没有找到 因为 你从空门的角度来看 人生所生 你是从戏到初 四百代前面 对不对 那 你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你真正来体察日常生活的东西 很多维系难查的 是必须随着自己的修行的境界 修行历程往下 提升 才能够慢慢的提解到这些戏的东西 不论是维系心术 或是戏法 或者维系差别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从初的开始 从修行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是从初的分别 或初的法来入手 从初的角度开始 那 但是呢 这两者不论从空门修行 那都不得以术来隔王啊 那 如果若论 如果从试念处来看的话 那就是王在中 此就有什么 它是从严说的角度来看 那王在当中啊 这是一个 算是方便说啊 那底下呢 他就有把九种五音分为九种啊 他有像是有果报五音啊 无忌五音 各位翻过来 248 两种乌贵五音啊 这是请戒起爱子 就是爱五音跟见五音啊 然后就有三二五音 宫桥五音 种种的一直往下 这九种五音啊 那他另外一种就是说元从心念初 像正法念初经或者华严经他都有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画出种种的色 像华严经就是说心卢工画师 画种种五音 那正法念初经他说如画师手画出色彩 那这些色彩呢有黑青赤黄白跟白白 那把这些颜色配上于我们的六道 那这些六道配上去以后啊 就是刚好他说这些子有子于哪里 界内都在界内 那心卢工画师的话 他这个华严的话 则把他含瓜于界内界外一切法 都是由心而照 他就含瓜的范围比较广 那界内界外法一切十四行 皆同心而照的话 那一切世间中是不是就变成明与色 如果你想要实观的话 必须要观什么明色 心从这个或本啊 奇异如是 所以你要观察的话 必须要观察的是这个色 还是要观察这个心 心是或本 所以说他最后回答说 很多人在观察都观察这个色嘛 但是为了他事实上要观察 是要观察这个心 我举了一个例子给你们听过吧 有一次去 去 去 去一个 金行啊 那那个带队的就讲说啊 因为你刚好早上有点入水 可能也是喷水吧 那那个草地湿湿的 在框脚压在草地上走 那他就说 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草地是湿的了吗 那 有感受到这个草地的厚度吗 然后有没有感受到 这个草地上面的清凉呢 然后讲完以后 我的答案就会想说 有没有问一下自己 他们 因为他一直问 问了很多问题 问完了在十几二十个 我学不到 一下记不 但是我觉得 要问要问一个问题 请问当您在感受他的时候 您的属习 您的念佛是否依然平稳 这是最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点 差别在哪里 心 如果今天所有的观察 都跟着外界 仔细把外界观察 而忘了自己心的平稳 跟呼吸 跟自己的方法是否依然还在 而后只是变成在观察外界 那不就跟录影机 或者那个感受 摄影就是什么 侦测器差不多 我们要观察的是心 就是说今天我看到外界 不论他如何的变化 我随时都不要忘记我的方法 我都没有忘记这个心的平稳度 我随时都要注意一下 我当我走在任何土地上 我的心生起什么样的反应 我是清楚的觉察 这是绝对要的 这个地是粗糙的 走起来会痛 然后他就说 不要感觉痛 忘掉痛 你要想象它是柔软的 佛陀是这样教我们的吗 他是痛的 他是出色的 你清楚的认知他 但是问自己 有没有因此而生起烦恼心 责怪这一次的领队 怎么带你走上这条路 要问的是这一个 不是去把它变成全部都不能说 有负面的 要清楚的知道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样了解的吗 清楚哦 你要问自己那个心的问题 好 这样子以后会会回问自己了 来 15 一切事 15行一切事件中呢 这里面他就提到啦 你要观察必须观察明社 但是明社当中你要跟着是外界跑 还是自己的心跑 不是 要回到心 所以心是祸本 这个很重要 就要观察 要观察 这一个心 要关心 所以说就像那个赤病得屑 你必须要从他所病的地方直接入 尽当去脏就辞 去尺就寸 他说这个射啊 这么多是无量的 这么宽广 只好呢 你从当中挑出 你可以去控制的一个一个的缩小 就是去脏 是不是脏比较大 然后到尺 尺比又寸又大 然后往下说说说说 说到后来 你又是怎样 要把射身 射受想行 放掉 你要观 是阴 然后呢 是阴者 就是心 就是要回到心 好 那这个观法呢 他总共有十神观法 这观心 去死法门 他说这个死法门 就是我一般讲就是要十神观法 来 第一个是观不失意境 二是此 慈悲心 三是乔安子观 四是破法片 五是是通射 六是修道品 七是诸道对治 那第八个呢 是滋味次 第九能安忍 第十个是无法爱 他说这十神观法 必须要是次第用 必须要次第用 第一个是观不失意境的话 如果 就可以达什么 自达妙境 而后起慈悲心 起誓悲他 坐行田院 乔安子观 破法骗 破无不骗 破破当中呢 能够是通射 修道品 令道品进行 而后呢 用诸道对治 然后在诸道对治当中 能够知道当中的位置 避免刀老上位 安忍内外的龙露 而后莫泽尔中道法爱 而能够极入 这十神观法 这十神观法呢 二十七行 他说他的横术 收术啊 唯妙精巧啊 当中的第一个到第五个 主要放在于 检查这个静的真伪 六到八呢 是属于正道法 跟诸道法 两者像是鲁虎添翼 后两者呢 是安忍无浊 为什么他这个安忍无浊 这么重要啊 就是像假设 今天我问你们两个问题 一种人啊 他是本来就没有能力的人 我们也叫做 红娃娃好不好 假设称为红娃娃 然后这种是原来就没有能力的 他没有能力 然后另外叫做绿娃娃 那这个绿娃娃他能力很好 那现在有一个情况是 他们两个啊 如果现在有人来邀请蒋 蒋是一些禅法 要来请他们讲禅法 那这时候呢 他们两个都说他们不会 然后他们两个都说他们不了解 结果来请的这一个人呢 就说你们两个这不就怎样做 冤枉了佛教的资良吗 就不能够实信思啊 这样子怎么还经得起我们的供养啊 就说了一些这种羞辱他们的话 好啦 我们现在问你们啦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要能够忍受当时的情境 然后其他事用力就说那天真不应该留你们两个在家里顾店啦 我们全部都出去忙啦 这样你看你们两个破了我们这个名声啊 继续回来就说啊 那这时候这两个人 红娃娃跟绿娃娃 请问你他们两个 哪一个人会比较难以忍受 现在这些话语 绿娃娃为什么 因为他有本事 然后他被人家这样讲 那如果说他真的比较有羞 他被人家这样讲 又应该比较好忍受对不对 应该反而就变成是他们讲的一个就是 因为他真的比较难忍受 而且他还没有正果 绿娃娃 所以说常常有人来请示 骂还好 如果是稍微懂一两节 或额额被人家说了啊 几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有一点他忽然耐不住了 既然要慈悲 然后人家来讲了 总要讲是一两句禅法或人情要素对不对 那他就讲了一两句啊 然后就这个人真的有受用 回去又跟别人 我跟你说那个绿娃娃真的会 他原来只是太有羞了 故意谦虚 哇 就回去跟别人讲 别人再继续来请他 然后这绿娃娃到后来有没有得到安理 就没有安理 他就讲了 就坏了谁的工业 坏了谁 坏了自己 那别人真的会因为我们这样一两句话得意吗 他说不会 必须要有长期他愿意忍耐的人 他才会得意 那这样的一情况 反而是没有帮助别人 又坏了自己 所以为什么后面两个叫做安忍 他那个安忍 安的都是在这些事情上 你记得那时候他所面临的 不是自己的 还不能够觉察的部分 也不是正道助到他还不会用的部分 他变成怎么样在他所得到的这个果位上 还不会被外境的一些慈悲啊 力士啊好像看起来都合乎正确的方向 而被他牵着跑 怎么样顾在就在我们那天讲淡薄 我所谓的淡薄就是在目标上面呢 成前的努力的专注 在后面就是安忍跟无助 居然不是在讨论别的 他反而担心的是这个修行者啊 他在还没有达到不退位之前 功亏已亏 很危险对不对 他后面那两个法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好 那所以他在一元法桥啊 盖瓜周辈规矩初心 降行者将颂 江颂好对不起江颂 江颂行者道彼煞云 那这个煞云呢就是出注位 这个出注是指原教出注位 原教出注位就是不退了 已经不退 他只进不退 原教出注 好 那所以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法 不是一般的暗证禅师啊 或者颂文的法师所能滋滋 所谓的暗证禅师就是 职劳生而滋滋 那这种人呢 大部分都是什么 文经熏种啊 是属于诸圣本名家 天台有缘啊 福一向无身观人 但信心意 不信外福 佛威加义 那这种人呢 就是多什么自信词 认为说啊 自己就够了 不用我 不用靠佛菩萨加批 好 另外一种就是信外佛加批 不相信呢 自己心求意啊 那这种 多他信词啊 多他信词啊 那另外一种人呢 是属于共词 另外一种是无音词 他说啊 这样子啊都有 所以说到最后 如果呢 在修行上面 一定要谦虚啦 讲兵主就是要谦虚 那宋文法师的话 他说凑齐自海而不解忆 这种人非常多 那暗证法师呢 也有 那通常宋文法师 他所说的 真的能够威吓住人 很能够吓唬人 然后口口是道 但是 有没有修有没有行 有没有亲自去提振过 以你们的话 你们去自己落实了几年下来 真的有在用功的人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说的东西 到底可行不可行 你就会知道他是颂文的 有没有去行的 这样了解的吗 就他真的有没有去行过 你这就可以感受到了 所以他说这些啊 这么好的一个 直观的实生观法啊 他不是这些 暗证法师 或颂文法师 所能够知道的 是如来 姬节之所勤求 道场之所妙物 生子之所三起 法屁之所三说啊 他是说如来啊 他这么样的一个 勤苦修行 累生累劫在求的是什么 就在求 这样的一个横刮收束的法门啊 他在道场里面所妙物的 不也就是希望能够到达这样吗 那生子三起啊 佛氏说对不对 好 那法说 屁说 跟医元说 这三说啊 也全部的目的都在这里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妙物 观心是不可思议 是他的第一 第一观法 观心是不可思议进 每一个的观心是不可思议进呢 石神观法当中呢 有后我们往后都是一样的利路 石神观法在这里面 虽然他只有谈七个境界 但是当中有一个叫做因缘进 那个因缘进呢 他在禅定进里面 他另外别 禅定进里面有一个因缘 别另外再把它开一个石神观法 所以摩合子观虽然只有七进 但是总共是讲石神观法是讲了八套 总共讲了八组 好 那每一个不失一进里面呢 都先讲什么是失一进 而后才讲不失一进 失一进 来 这边是小圣法 小圣呢 那说新生一切法 这是主六道因果三界轮回 这我们当然都可以了解 那圣人的话那是去凡新圣 那灰生 那如果是气下 能够心丧 就希望往上 然后一直往上努力 这是有作是第四亿法 那大圣呢 是新生一切法 他把它称为始法界 这也算是里面的 好底下他开始就告诉我们 以后每一次啊 他在十神观法里面 都会从始法界来谈 始法界 那始法界里面就是有 先有六道 六再加上二圣是几个了 六加二 八 然后翻到隔壁页 二百五十页的第一行 菩萨 然后加上佛 就是刚好就是始法界 那始法界 这一次他会气 他会气讲 比方向是呢 六道的话呢 他这里面 各位看到二百五十页的表格 像三恶道 始法界里面的三恶道 他是有肉恶因介入 就是说他本身是跟烦恼 而且是 他的烦恼是属于趋向于恶的 那你说烦恼会有趋向于善的吗 有啊 有人就是喜欢做善事 然后他 你说这个喜欢做善事算烦恼吗 算了 你们这个有没有 没这样的经验吗 比方你就是想供养 可是你就是没有钱啊 不算吗 算了 对啊 然后他这样 但是你在想供养的心 有没有得到福报 有啊 还是他说他就是往山山道去啊 就是往山山道去 那有种情况是看人家供养自己有钱 然后看人家供养的心里就生气 那你这家家吃的吃不饭 穿了让你散 又要拿那钱出来 要不要怕生啊 不然让你散 那 那这种事算是有肉恶啊 有肉散 有肉恶 有肉恶 对啊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说 五因就是说他从哪一个范围 他比较倾向于哪一个方面 他就会招揽上他 他就会像他是有肉 然后他常常起都是恶烦恼啊 那他对到鹰鹿记 就等于他看到这些鹰鹿记 他的五因对上这个层的时候 他帮他进入室的时候 他全部都往这个方向在乱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有肉恶 鹰鹿介入 那他就会招揽向山徒鹰 山徒就是什么 地狱恶鬼 地狱的畜生啊 修多罗 然后这修多罗 把他犯恶鬼 好 就是把他开出来 那这属于罪苦众生 那底下就来的是众生 众生世间 众生世间就是说他靠哪一类的鹰 鹰哦 众生世间 那国土世间是属于他的豹 他说地狱的话 大部分都是依赤铁而住 畜生呢就是依地啊水空而住啊 那修多罗呢 大部分住在山边啊海边啊 或者那个什么深山里面 比较像是峡谷的地方 那一类的地方 人烟比较寒字的地方 就是他住的地方 比较倾向哪一类 那山山道呢 就是他起的烦 他会有烦恼 但他的烦恼都比较往善的方向去走 比方说 哎 这个地啊 有谁来扫一扫啊 然后自己想扫 可是自己就没办法出动手做 或太大太多了 对不对 然后至少捡几片止血 可是却没办法做到很多 有没有 也会啊 比方有时候 就是走过去公司啊 然后看到公报栏的 昨天台风吹的那个报 公报啊 全部东倒西歪啊 然后明明刷卡又剩两分钟啊 只好赶紧把地上的 吹到地上的公文啊 全部拿起来 用随便图顶把他先塞在公布栏里面 然后就赶紧碰冲去打卡了 那常常就想说 我要是找半小时到 就可以把这边的公文贴的整整齐齐的 那像下面的部分呢 像人的话就是依地而住 那你为什么说畜生还多了水跟空 哪些畜生依水而住啊 好啊 那空呢 对 好 那天呢 他说天就是依供电柱啊 我以前有没有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啊 那个他们的福报大 那那个福报就有点像 我以前讲的 批语成为寄居蟹 有 忘记了 记得吧 不记得 不记得 那你来 我记得来演一演齁 那个我们请 布小姐站这边 你站到那个空位那边去一下 对对对对 你可以吗 那脚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盘腿比较久 你站在那个空位一点 那个赖小姐 你站在他后面第三排 电赛那边 宝玉去那个音响那边 好啦 现在他们有三座宫殿啊 然后现在忽然呢 就是在法华记里面 他就获了很多经典 他就说忽然佛 或者什么地方放光或流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假设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四方 那忽然呢 放光 然后你们就很好奇 然后就来 哈哈哈 过来啊 那就 他们来的时候啊 他们的宫殿会跟着过来 假设他的宫殿很大 大到 事实上刚才应该就 占了三排桌椅 那他的宫殿也大到三排桌椅 他的宫殿也大到三排桌椅 可是他们现在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的宫殿 我这边也有三排桌椅 忽然我们两个 我们三个全部聚在一个三排桌椅的空间里面 可是我们的宫殿会不会撞破掉 他们的宫殿会不会留在原位 不会 他们的宫殿会过来 可是因为他本身的执爱性 已经不是我们世间所想的执爱性 因为他本来就是无自信的 这时候我打开我的房间进去 会不会撞到 会不会跑到他房子里面 不会 但他走到他的房子过来之后 我们两个空间实际上是 不会撞到的 可是我们的空间并不相影响 福霸道道这样子 好 谢谢 这就说很像寄居蟹 可是寄居蟹不一样 对不对 会撞到 壳还会撞到 然后一宫殿柱 为什么你说他叫一宫殿柱 这边四教啊 他是主要是以人为主 所以他这个牌的啊 是以这里来说 那六度菩萨是依地柱 那你看另外通教菩萨 如果是或还没有断尽者 是同人来住或从天而住 天的部分 如果他是佛弟子 他已经有断 有的一般来讲说五进居天 对不对 大部分放在五进居天 那如果他或已经断尽了 就代表他出三戒 那各位看一下我的手这边好不好 我们这边一般来讲是有一个叫做三戒内 我们叫做同居土 同居就是大家住在里面那个是相同的同居住的居同居在三戒内 然后出了戒以外叫做方便 方便土 那方便土到他成佛的时候 这一块叫做食报土 食报 好 所以他在前面同居土里面就包括有像什么人啊 天啊 地啊 水啊 空啊 那上面这一段就是有余 就是说他现在 在当他或还没有断尽的时候 他一定会住在下面这一块 就是属于同居土里面 可是同居土里面 他又说 为什么不说同居土 因为同居土含瓜到有赤铁的部分 地狱的部分 所以他会说他是依同居土里面的人天而住 那他如果或断尽就是属于涅槃出三戒以上的这一块 就是变成是这种方便土 然后当他成在他修菩萨行 转发心的这一段历程呢 他就是有就是方便土 当他等到成佛的时候就到达十报土 所以我们来往下看的话 你看到二圣 他没有断或进的都是于人天 那你看菩萨也是一样 或还没断尽都是属于人天 但是或断尽的时候 如果是二圣的时候 二圣的这个部分 他是方便土 那界外的菩萨 别缘菩萨他则是一十报土 因为别缘的菩萨或断尽是指包括 就是成佛以前的成沙无名 全部含在内 所以他是十报土 那通教菩萨 二圣乃至于通教菩萨 这五种人啊 就是属于藏教的身为原觉 通教的身为原觉菩萨 这五种我们把他放在二圣 他或断尽的时候 只不过是寒瓜出三解 所以他是住在方便土 这样清楚了没 好 那佛呢 当然就是依藏极光净土 也就是一般把他在十报土上面 再分出来的 所以他空间概念很好玩 都一直是一个直线的 一直是一个直线的 来往上那二百五十页的上面 这十法界的人 这十法就是十法界 他说礼遣身啊 皆从心出 为什么说从心出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 他的五音世间里面 他的从哪个是 他的是跟什么相录 对不对 他的是从哪里 所以说 虽是大圣的无量是地所是啊 由是施益之尽 这是施益之尽 但是呢 这不是今天只观所要观的 那观心是不可施益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刚才下面要谈的哦 刚才已经谈了一些部分 但是这些部分 我们再从施益的角度来看 这施益的角度来看 就是刚刚的 十一法界 具有三种世间 这十法界 我们刚才谈完了 对不对 十法界谈完 那有三种世间 哪三种 五音 众生跟国土 那十法界乘上三种世间 十乘三等于 三十 十 所以叫做一界 具三十种世间 三十种世间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好 那这三十种世间呢 他二百五十一页的最后一行 都是从哪里来的 重新额照 那你就问说 那这边的重新额照 跟刚才两百五十一页的重新额照 两者有何差别呢 他的差别啊 是在最后 你有没有执着到他有一个实体 他后面往下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三代二百五十一二页 他说这五种 这十种五音呢 一一个具实法 这实法啊 就是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就是等于我们把它念快一点 就是相性体力作 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等 这个等啊 各位千万 那个等不是等等等的等 他那个等是本末究竟等 本末 从第一个相一直到第九个报 究竟等 这个究竟等三个字要合起来 这样OK 很多有的会神掉 这个等不能这个等不能删掉 实如是这个等一定要留着 他这个实如是啊 他先帮我们各位介绍一下 总是实如是 这实如是第一个相 相主要是从他的外 从他的外相 就是你拦而可别 随他的 就像那个善相啊 性能面外具一相 心意如是啊 具一切相 那如果不善观察的 不相信他的心能够具一切相 那如果你能够如是观的话 就相信这个心呢 也能够具一切相 他讲的是什么 比方说 然后第九行的中后面 他说如果你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相的话 他的实如是啊 他先帮我们各位介绍一下 总是实如是 这实如是第一个相 相主要是从他的外 从他的外相 就是你拦而可别 随他的 这样像那个善相啊 性能面外具一相 心意如是啊具一切相 那如果不善观察的 不相信他的心能够具一切相 那如果你能够如是观的话 就相信这个心呢 也能够具一切相 他讲的是什么 比方说 第九行的中后面 他说如果你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相的话 那你就应该知道 占卜的人不是有的那个面相师吗 就是他能够占着就可以冻结 就是因为这个心 他就是会像 陷在于他的相 他说他这个占 而后能够知道 那如果呢 他说你不相信的人呢 就是属于不善观察的人 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心不具一切相 所以这个相可不可以表现于他的心 他说可以 好再往下 那这个性与具内 他说这个性呢 主要是以他的内来看 他说这个有三种 一种是叫无相 就是不改名性 他这个性是不改意 不动性 一种是从总性的角度来谈 叫做性分 分分不同 各个不可改 就是属于种类的意思 那另外一种性是实性 他的实性是理性 那你如果说他的即时无过 那事实上就是从佛性的角度来看 所以可是问题就有一个就来了 因为现在的有的人会说 实性不能谈 就代表真的有这个性 不变的这个性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谈有一个东西的话 那应该就是推到几点只有佛性 然后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实性的话 比方向这个铅笔有没有实性 没有啦 铅笔无自信 无实性 我有没有实性 有 你如果说有 那就讲说老师你有实性 你的实性只有佛性 你但是你没有自性 这样了解的吗 可是很多现在谈的会把那个实性等同于自性 那个就是错的 那个就是错的 这样理解的吗 实性可以等同于佛性 实性不能等同于自性 所以很多人说没有实性 这个是从没有自性的角度来看 那很多人说实性等同佛性的时候 你这个实性就变成是可以成立的了 因为佛性也是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自性 对不对 他必须要去累积你的佛种啊 那这个实性事实上也谈的就是啊 一个有机会开创的能力 就像缘起嘛 它类似一个法则一个概念 好 那总结他就把这个不动性啊来 代表什么空 你说这个空为什么有不动性 因为空本来就已经什么都 是属于一个没有自性的 那你这个东西你还可以说他还会动吗 他已经空是无自性 空我们的空不是讲空间的空 我们的空是含无自性嘛 无自性的东西他 你说他还有没有本事去动一个无自性的东西 没有 好所以说他是从不动性来扶空 那这个种性的是种类别 类别种类 那种类的话以世间来说 我们的法是有无限的 所以说这个种性是扶什么 甲 甲重点放在格力分别 甲的重点就像这个菩萨 他正到空以后 他下一步就是要能够看出种种的差别 那实性的是福中 就是最后谈到成佛的那一段历程 那最后的 他说今天要谈的 不是光这三个意思啊 今天要谈的是内性不可改啊 如像那种 竹中的火性 虽不可见 不得也很无啊 这个是 这个是 有一个故事啊 就是他们在中论里面常常看到 就是说 现在 我拿了一个 这个支笔 假设我现在拿就是这一支笔 那这支笔 你说他有没有火性 有 因为这支笔他会找火 你信不信 他如果没有火性 他今天就烧不起来 所以他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像 他还不代表 他不代表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性 就是他的内性 属于他的内性 所以谈这个部分 那心意如是俱一切五一 所以不可见不得也无 所以说他说 心也是一样 你看不到 但是他有没有 你可以不说他没有 不可以 也不能说他没有 这是属于性的角度 好他心有像 心也有性 那现在呢 心有没有这个子 体啊 体是直 他说这个直 此一时 法界因啊 具用色心为他的体质 就是刚才谈的 那利呢 是利用 这个利呢是利用 利用是指他虽然没有发出来 但是他具有这样的一个潜在能力 就是堪认利用 就像王力士千万技能啊 病 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千万技能 就是有一个很有力气很大的人啊 然后呢 你说他现在生病了 他没他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他生病的时候 他没有这些 他就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对 那等他病好的时候 他是不是又有了这样的千万技能 有 所以他将这种利用 就是蕴藏在里面的情况 他就属于吸力 那心也具有这样的主力啊 烦恼病的关系呢 所以说不能运动 那如果能够实观之的话 就可以看到他具一些力 啊 就是你们常常弹的神通啊 可以没有发现 他忽然在想什么啊 忽然想那只麦克风过来过来过来啊 那能不能过来啊 还有像你们看到佛经里面就是 有一次有一些小孩 小比丘要掉墙离开生团啊 起了烦恼种种的啊 那那个 就他们就在他们面前变出 先变火啊 再变莲花啊 种种的让他们跨越不过去嘛 然后最后令他们心生欢喜 然后再回到生团啊 那那一些是属于什么 就是像这个心力 心具有朱力 那并不是我们不能够穿 不能够去做 而是因为我们烦恼病故不能运动 不能够让他起作用 再来做 做是名为建立啊 他就代表说你已经实际上作用出来的 是实际上作用出来的 那你说如果离开的心 还真的有可能会作用出来任何事情吗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知道心具一切做 那因呢 因是指他能够招果 能够使他招果而来的 原是指他的原油是属于柱形的部分 是属于柱叶 心是指他比方他真的这个念头 那原是指他其他要附属的 那这两者 然后最后他所得到的那个克果 克获的称为为果 那如果是跟他因原来相应的 那一个部分称为豹 你说果跟豹有什么差别 克获的跟酬因的 你们举个例子吧 你现在心里想要做一件事情 而且那件事情 完全完全的达到你原来的预期和希望 请问一下那是属于果还是属于豹 那那个豹呢 你们休息一回好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你不想看 你这是什么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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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看